美国卫生部长阿扎尔会见总统蔡英文 历史重要时刻却因为发音被国民党大作文章 你为什么要提油救火 就不懂总统府在干什么 你觉得大家的耳朵都有问题吗 对不对 我听了十次你就讲彭斯伸戏 就很简单嘛 总统府回应纯粹是发音和拼音问题 无意义的操作只会一笑大方 蓝英依旧紧咬不放 但蓝英最在乎的发音问题 拿美国口音比一比 真正的习总统这样发音 如果总统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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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总统 是非常棒的 非常感谢 总统和总统 相较之下阿扎尔当天的发音和众音明显不同 但除了发音国民党又另辟战场 而且还由前总统当炮击手 前卫生署长杨志良更突发奇想 建议阿扎尔就地辞职 发声明要求台湾政府向美国政府抗议 结果被法新社一路报到美国去了 国民党不只是草包化 你到底是要把台湾的国际关系搞到多难堪 你才高兴 连外媒法新社报导都以台湾的反对党 要求美国解释清楚卫生部长的发音为题 国民党的交友之道 恐怕跟社会主流民意有点差距 三十二里震造专会期谈不到